歡迎各位到明週馬來 謝謝各位 好 歡迎各位到明週馬來 那我們今天主要的就是要分享 我們如何打造這個地方 那打造這個地方是一個很有趣的起源 其實這邊的很多就是 它是台北市的一個原生的百區 我們都知道大盤城港就在這邊 我相信各位都是對這裡很有興趣的 那大道成港這邊呢 就有原始發展的起源地 就是包括布、茶葉跟藥材 所以一個生活的起源區呢 這個基本的民生用品就在這裡 內部的那個梨花街跟永樂市長這個發揚 那所以呢 這個外圍的原款靠近呢 就是它商業的一個發展區域 所以它就有個家庭工業啊 可能待會樓下看到 可能進來就有看到一些電傳床那些東西 就是外圍的家庭工業包 術家工業就是快速的讓這個城市 成長跟商業化的關聯 所以我們當初我們的設計團隊 打算要進出大同區 就是認為說它是一個可以很明顯 也可以充分表達這個區域的地方 那就順便我就開始來講 這個區域我們怎麼樣打造它 我們都自己團隊都簡稱 重慶北路2段12號212 就是這一棟的地址 那比較有趣的是說 大家對我來說這個是都市 都更的一個計畫的一個點 三年後要拆 那很多人問我說 欸 你這樣要打造成這樣子要拆不是很可惜嗎 然後後來我都很簡單回一句話說 今天我如果沒做這樣 連我這句話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我們都知道所有都更計畫的案子 基本上都是大門伸縮 然後整個都是黑漆貓的 甚至弄得很髒很亂 那當初我們百位團隊在找一個落腳 創意團隊 因為本來就是一個創意公司 做平面設計 室內設計空間公共藝術都有 那這樣的一個團隊 我還是為了很簡單的 做一個團隊的一個活動 甚至團隊的一個設計的空間 那當我們無意間發現 建商要出租這個地方的時候 進來看 我們真的是對它是驚為天然 你們從上來可以感受到這個樓梯 它中間有一個運動這些地方 那樓梯呢 摩獅子這個的建築的方式呢 事實上它是從日本時代就傳經環流 那為什麼覺得很驚豔這個地方 它有很多的圓的 有個台語出土 我們現在旁邊 不會旁邊有一些儲倫的地方嗎 OK 應該這樣聽得到吧 好 那就跟你們講 你們怎麼拿 這個 就是這個空間呢 有這樣的一個摩獅子在加滾 包括旁邊你側面看到一個牆壁 還有它的圓形的空間 它其實是在摩獅子的工法 對我們來說是相當的心自和 還有在室內有伴住 所以它等於代表重慶沒有大同居 一個相當奢華的一個階級的 一個代表性的建築案 那當然裡面的建堡也要偏向你們的建築 那所以當初我們為了這個感動 希望跟我們如果當作是辦公室的話 我們還是不愛起來 就算是我們工作地點 所以我們衝動一個美麗的意外 那該去做到底 就讓它變成搭配分享的咖啡廳 然後保護我們的生活習慣 我們希望的運用原台北市 我們會取原台北 就原台北市本身的一個材料 包括後面的藥材 茶葉 所以我們的飲食待會休息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各位碰上的山楂、沃、沙、茶 也是從後面的中藥店 選人員才慢慢組的 那我們就希望 你用原台北本身的地元性的東西 來分享這個空間 讓它更落實化 所以就是我們打造這地方的一切 那這個裡面有很多的文件 原本的樣子就像現在左邊看那個大屋建設公司 貼一個一個廣告招牌 然後我們跟他簽了三年約 那三年約我就希望說在這三年呢 有一個我們可以跟他共同成長的過程 所以今天也是滿開心 各位跟我們一起走這段三年約的文件 其中的一段日子 那這邊的郵件是很有趣 是當我們在改造的時候 樓下的體面一拉下來 掉下來的郵件跟缺傳單 我們看到郵戳超過二十年 超過二十年內有去郭密簽 郭密簽他會說郵差為什麼我們郵件會掉 其實我都錯過郵差先生 很多傳統鐵捲門 當他丟在這個地方一捲上去 就躺在上面掉下來 所以當我們把它卸下來的時候 欸 以前的郵件跑出來 包括那種傳單的廣告單都出來了 所以我們覺得他非常有的是 我們把他做的紀錄 就是說從我們打造開始所有的東西 我們都把它為他做的紀錄 所以中間是本來的水錶 一三二一 那其實就是二一了 反正我們就有很多的橋跟趣味性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我們把鐵門卸下來 原本就是這個樣子 非常的淒慘 那現在看到門口有那個馬車 其實這邊的一個傳統的習慣 還是馬 摩車進來就停了 我們發現我們開始了之後蠻困擾的 摩車好像我們一轉眼他又進來了 那我們一個一開呢 我們整個圈都沒有用 後來我們決定再去找一個回收的 現在外面的一個馬車式輪車 我們去採購那些這樣的回收的東西 整理好放在門口 所以有時候的旅客啊過去 他就等一下去拍照 做一個休息的一個氣點 所以你就很成功的 我們慢慢的把摩車轉型離開這樣子 那那個鐵捲門 你可以看到中間的這個柱子 就是現在大家推進來有點辛苦的門柱 好 那所有東西 我們盡量把這東西回收到我們的鍵物上面 那原本的上面天花板 木怪跟燈之外 上面的波 波落的感覺 就最上面的 可以在看PVD 就是樓下進來的天花板 當然你去可以看到 我們覺得那個美跟層次 不輸易當義的教堂 其實我都覺得我們有很多的過程 包括我們成長的時間 這個城市的過程 我們都盡量把它刻意留下來 那大改原本的門牌 馬車或關門口 那為了他我們也就是 自己用廢鐵焊了一個馬 再把這邊的工具的麻繩 這附近有很多麻繩 做成的馬跟條馬帶 做到我們門口的一個展示的東西 那所有的鐵卷門一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上到一樓的書架壁 因為其實這原本的壁呢 現在木櫻的壁還是那種 鑽跟稻草迷流落著的 所以其實非常的脆弱 這棟木櫻80年了 好 那當我們進來的時候 應該我們有看到那個空間 是非常的殘破的 那既然這個殘破呢 一樓那個壁事實上都是壞掉的 那所以我們決定就說 把陷下來的鐵卷門 它本身是鐵有點防水 所以我們團隊就很認真 把那鐵卷都把它去掉 再上個保護器 上一個台灣貨車的工業呢 工業風綠色的 就把它變成我們一樓的牆壁 那這樣呢我們可以不浪費 我們特別去做任何防水的工程 就把它保護在一樓的牆壁 包括電樓的櫃台 然後呢 抱歉 再給我清一下 OK 沒有關係 像這一頁 像這個就是在環保的 可以收到的那個電鑽牌 那所以就變成一樓的 進來的八台位置 包括那個椅子可能有那個電子 很像燙衣服的牌壁就要負貝 那很多的聯想都會連接 這邊的永樂市場燙衣服啊 那電鑽廠都住在附近看到很興奮 然後說以前我們家只有一台這個 因為它就是一個最簡單的 加工電鑽工具 那它的高度呢跟一個八台椅接近 所以我們盡量拿一個這個城市 甚至是台灣城市工業過程的椅機 放在這個裡面 做現代的一個生活消費的一個習慣 跟可以操作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做 現在很多的咖啡店 很時髦的地方都在流行工業的光耗 到處都是原件 那我們有個初衷 因為那些原件就我們所知也去問過 全部都是從海外 場面的一個貨匯的貨匯進來 可是其實上面不是真的舊件 他們是特地做成舊的工業風在輸出過來 流行到很好 那台灣的文創部它還會流行 這感覺是一個世代的趨勢嗎 所以我們就決定打造自己的台灣的工業風 那我們就決定去回收廠找生物件 因為回收廠一定是被這個都市所遺棄的東西 淘汰的嘛 淘汰過程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一個城市被淘汰過的軌跡 所以我們要嘗試從回收廠找到適合的物件 再把他整理變成這個空間 讓他去感受的互動 所以我們的鐵門可以看到 給我們的櫃檯 樓下的吧檯 然後所有的所有的木料 我們都是一個回收的木材 早期的貨櫃一般都是用比較不好的實木去裝貨櫃 現在可能都是比較差的 那我們檢收了一些貨櫃的廢物 然後再怎麼打一幕 我們花了很多的工錢 然後我們用很少的材料 因為我們就有的堅持 因為理事團隊在努力推廣 預設計跟環保 我們認為耗損材料 是一種對一個環境的傷害 可是給工錢是對這個環境有幫助 所以我們把錢給人 不給材料 因為材料越做越發達 污染越多 然後呢 越泡產 對一個大環境是更不好的傷害 可是我們需要人做更多的工程 那當然這過程我們還是遭遇到很多的困難 但我慢慢說了 上面那個就是我們從頭上找到的 大通風扇的開關 樓下可能看得到 那這邊也看得到 在書架旁邊有個綠色的 然後那個給你示範一下 我們那個是可以 我們希望把他接著我們目前的燈 那我們常會把他關著 然後上面會調地開 歡迎大家來 如果你需要這燈的時候 自助的開跟關 我們有裡面的很多設計 不是長設計全量的 我們會維持一個建築物該有的光線 可是呢 希望是自助性的打開跟關 因為也是一個應援機會 因為這個老建物 他本身的電的負荷量不夠 所以讓我們可以順便地跟大家的互動說 因為他負荷不了 所以我們更可以自己去掌控的 慢慢地請大家節省的力 所以是一個良性的互動 所以樓下的 他很靠近的那高教育 也是都是這樣的燈 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作業 這是原本的牆一樓的 所以幾乎都是破掉的 比較慘重 努力地把他回覆回來 那可是有個比較重要一點是 我們有個堅持 所有的隔間 我們都沒有動到他 所以一樓完全沒有動到隔間 我們為了保護這個樓梯 這個連上來的感覺 所以我們的廚房非常的小 那本身我們又不靈活 所以我們的食材的方式 就很自然的順勢就這樣做下去了 我們不靈活 有很小空間 大家每個人都去做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便只有烤箱 跟用一個高功率的電磁爐 因為我們也堅持不用微波爐 那所有東西我們變成要手勾去做 手勾去扛 所以待會兒T-Time的時候 大家可以享用的時候 都會比較好 那因為這樣呢 有趣的是我們我下的團隊 變成每個人都要會一點點 因為愛護這東西 我們就全部都可以等於說 先就他的空間做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在訓練團隊 也只好每個人會把臺的人 後面也要同一人來東晃新晃 因為他空間不像一般的一個空間 大廚房一個就可以黑斗所有的事情 他便要牽著手的左走走右走走這樣子 因為空間很小 所以這是我們跟他互存共存出來的一個心得 大概是原本的樓梯這樣子 那這個空間就大家很熟悉 其實原本是那樣子上面那張照片 你還會撥進來 為了現在大家可以按摩坐在這邊 我們就是換了窗戶而已 把窗戶的搭配成可以關得起來防風雲 那原本的那個鐵欄杆呢 現在大家看得到 其實還外清扭發的 我們把它抹一抹上的保護漆呢 又把它焊回去 那掉了東掉掉西掉掉這樣子 所以我們盡量保持這個建物的元件 包括現在這個燈泡 大家可以看得到這燈泡 這燈泡很有趣 他本來就是大家很常看得到的是 五瓶燈高瓦數 一千瓦以上的一個五瓶燈 那現在比較少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生產比較有十人的廠商 每天堂開每個五瓶燈出來以後 可是他重新是一個 我們台灣時期大量生產的一個產業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節省能源本來是要用二瓶燈 那這個場域呢 如何讓它造成更溫暖的氛圍 然後我們當然大家都知道 很多餐廳或比較高檔的 都會吊Skolaski 水晶吊燈 其實水晶也是玻璃的 只是比較高檔的玻璃 然後柴界比較漂亮 那我們也用玻璃 可是不是回收玻璃 可是玻璃血管的效果是一樣的 因為玻璃本身有一個玻璃的通透性跟透明 它會曝上眩光 所以我們用了一排廢玻璃呢 等於掉了一排垃圾變水鑽的感覺 然後我們其實中間只穿插了一個 省電的LED燈 讓我們家的能源電能也幫我們省了不少一些 利用這一排讓整個的軍光都會產生 所以大家做這邊可以感受 它是一個軍光的感覺 所以感謝這一排回收的玻璃 大概這樣子 然後呢後面這個地方就大家看得到 這就是所謂的 也是原本回收場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們撿來的 它就是一個傳統電話裡面的蓄錢箱 我們投幣電話投進去 錢會掉到這裡面來 然後呢取錢要從裡面去取出來 那我們在說我們如何說台灣的工業過程呢 台灣的工業過程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知道 大圖工業 現在是陌落的 可是我們成長的時候 只是那個大圖工業 大圖電鍋 大圖冰箱 大圖電視 大圖工晒 這都有的 可是它也做大圖電化 外銷 你們都知道 所以待會兒如果有跟你下去的時候 樓項鏈彩色的電話是它外銷泰國的電話 唯一台灣曾有的榮耀 還有工業外銷貨號 那這個電話很有趣 因為我們把它當作一個裝置藝術 在我們回來的時候 比勉強的時候 我們在想現在電話 每個人都有一支手機 非常的方便 那其實我們也曾經過一個住職的電話 大排長龍等打電話的時間都有過 然後拿銅板去投 一下就斷了 所以我們決定把這個過程 再還原到這個牆壁上來 那就有人在問 欸 有沒有問 這錢還得怎麼辦 有沒有人知道 錢都不滿 怎麼去收 這麼小 每個人都投 總會買完 你沒有想到的 可以解答的 有解答 帶給我們多受美肝 呵呵 呵呵 有想出來嗎 蛤 她 我想那時候客氣還沒這麼好 你應該不會通這個意思嗎 好 其實我們的解答也在愛的地上 可是我相信大家可能還不熟悉 那我們很開心 我們也很高興可以告訴你 其實這很有趣喔 以前的智慧很特別 我們以前不是投下去三分 幾分 一分到 就要趕快再投錢嗎 所以她這個電訊的中心呢 當你打這電話 你從A點到B點去接收的時候 其實她那邊是有數據的 打了幾分鐘 好 所以她們的Rage以前也知道 兩塊錢 五塊錢 十塊錢 她大小不一樣 所以你很難去抓 剛好是不是她剛好投的 快錢投入地 所以基本上到八分滿的時候 她們就會去取 可是如果是八分滿呢 她們的數據 比如說大概三百個小時 三百個小時 最多會得到多少個五百 所以因為這樣的 她們就有一個很簡單的數據 而且比如Therapy看起來 每個錢 像Dota特別編碼 非常長 沒有一個是一樣的 所有影片附在所有各地 城市各地的大街小巷 每個號碼都不一樣 每個號碼都不一樣 她可以很精準地告訴她 欸 當這個三百小時起來 中心的地方那個就會亮起來 這個超滿 八分滿 所以這邊就會派屬於這一區的人員去過去 OK 那個幾號編碼的請假已經滿了 她就去打開 甚至她們還精準到一個電話筒有兩個鑰匙 拿錢的不能修理上面的 修理上面不能拿錢 所以拿錢歸拿錢下面的鑰匙 所以密的錢箱現在就是以前所有裡面的續錢箱 所以她們還是有個示範 因為可能比如說車站 可能每天都要去你便宜太高了 那可能在旁邊是小巷 她可能半年才一次 所以你這樣子去空白這樣你都能變化 那現在我們所把它變成裝飾的時候 我們也把它當作我們的空間的一個活動的運用 因為我們除了希望把這東西告訴大家臉部 拉她知道之外 我們還做一些比較有趣的活動 像我們現在平時她們把它叫做吃命香 就當有人來的時候 你想要給另外一個A先生 想送給李小姐一個生日禮物 你可以跟我們櫃檯講 不為你服務 把你的禮物的卡片放在裡面鎖起來 我們備了個鑰匙 鑰匙我們在櫃檯呢 她們跟李小姐說 不要接我們進去吃飯 然後到了時候呢 我們櫃檯的團隊就會跟他說 李小姐這邊有個鑰匙給你 裡面有你的驚喜 所以她就會拿這鑰匙來對哪一個箱子是她的 那我們為了這箱子呢 每一個箱子上面都有一個詩句 所以鑰匙上面也有詩句 所以這個互動變成她要拿這個詩句去對 到底是哪一個箱子 找到那個箱子來解開裡面的答案 是對方A先生要送給李小姐的禮物 這是我們通常的活動 那我們現在也把它變成一個 聖誕節的一個抽卡的活動 來參加活動 做一個我們希望把一個過程的一個東西 除了告訴大家她的原因 做某些的互動 讓她去註意她在這個空間所產生的 現在的移民而不是停留在紀念 這是我們嘗試在把過時 這個過程跟時間的想法跟感覺 回復到我們現代的生活 可以互動的一個產業 這是我們最在意義的事情 那現在比如說原本燈泡是那樣大袋的 大麻袋的 我們大概要三四個抱著起來 就像回收廠 其實整個回收廠就像垃圾廠一樣 回收廠的概念是 這全都是玻璃 這全都是鐵劍 這全都是鐵絲 全都是很誇張的 那當初其實我去回收廠是找了好幾家 其實也是一番波折 因為其實有效是不靈絡的 那覺得這次來找麻煩 甚至第一、一個、第二個還被罵 他認為說 誒你自己是來抓樟木的 因為每次很多是去囂張的 那我雖然是很努力了 他看我的樣子就比較像官員 不像你不要下去買東西的 那所以說我們去找葡萄 後來找到一個我覺得看那個東西 啊這太好了 看那個玻璃鑰子的東西 那當下的時候找那位說到老闆的時候 其實我被拒絕最起碼八次以上 開始他跟我講說你來啊 昨天還是不在 下午來中午去 你明天中午來找我啊 還是不在 可是早上來找我還是不在 其實他就擺你要我打退堂股 因為他認為說你是找麻煩 他們是整個整個去掉去賣的 我去腳買的小東西 他們說是很麻煩的事 這也是專門來找茶 而且他就很理會 那因為後來我發現跑 跑得了 魂上跑這個廟 我一大早七年去等他 把他嚇死 我說你怎麼又來了 我說我就是要買你的東西 我跟他表明 陳一表明說我的原位要做創意的東西 所以我後來很高興 這個回售廠老闆也因為這樣的我們的堅持 他有時候 所以就要產生下面所有的包括電站廠 那個東西呢 連搬家公司的無願幫我們搬 超過五百斤 他覺得我們是整他 我們來靠火車 老闆在那種大貨車回收大貨車 你壓著貨車幫我們升溫 那我們就用秤金的一個回收的方式 幫他買過 只是我買東西一點點 他去測他都快要滾到 因為測都很大的測 那我們就把他移過來 慢慢去一個一個插 像運送的過程玻璃來會破了很多 那我們就再洗 再整理 再利用鐵工把這個放孔 找到適合的那個大小 可以用玻璃把他旋轉上去 所以卡住了 所以地震搭住了 就要把他掉下來 可是我們今天就不用五金 有個原則不用任何五金 因為能夠減少材料是最好 包括現在各位坐著桌子 其實我們發現沒有桌腳 我們現在一個原本的桌板 原本的桌板 盡量不讓飛子台的 踩下來剛好就是桌腳 然後把他完全的硬硬上去 因為我們包括做平面設計 我們平面設計的一些東西 我們硬刷皮 我們都算好紙剛剛好 不要浪費 這是我們團隊覺得 可以做盡量的這樣限制 所以呢 像這些筆子啊 後面的 現在看到這個框框 這個就是台語的名道 有沒有聽到門框 應該都聽懂的台語嗎 台語門框 門框呢 這是唯一的留在這個地方 當初留下來 就是幾件東西 是原本屋鼠沒有帶著 跟陳豬是跟建倉陳豬 可是原本屋鼠沒有帶著 就是其他東西 門道是石墨 為什麼會有石墨 因為台灣人很在乎端正 他認為門道代表一個人 這個家端端正 所以基本上就是石墨 所以當初我們要拆的時候 就會以來說 欸 試試看它是石墨 果然是石墨 應該把他留下來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留下來 包括如果陸陸續續 單位休息去上廁所 廁所的門是他原本小孩子的門 上面還有些微有粉紅色的一點貼紙 我們都沒有把它補免 都沒有把它清除掉 保養燃料 所以我們基本上 是把所有的燃料還原 所以像後面的展覽區 他原本是個天井的地方 那也是原本的廚房 地磚的位置完全都沒有變 我們只是就地的地方 加把木板 或者磚燒燒上去 包括城駕 做一個簡單的展覽跟休息 包括有小便的馬桶 我們都把它變成花器 還原一過來 反而是廁所裡面 因為那個東西都壞掉了 我們就把它放不清 所以有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那個天井是在跌跨這邊很有趣的地方 這邊的建築都有天井 他的陽光都灑下來 旁邊有一個水井 一個水泥罩 待會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 原本是長這個樣子 非常的厚 那所以下面的左邊那地方 就是原本的水井 那我們現在把它變成廁所經理 我們發現國際都沒變 那現在對應就知道 其實我們都沒有動到它 只是讓它更乾淨 整理了很久 那那水井其實因為天井究竟 一個台灣人包括很多回教的事件 很多建築舊的一個傳統法的思維 他在天井究竟有個實際 因為蓄水方便 那這邊一段時間還包括廚房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時代背景 跟一個民族的思維都在這個空間展現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去感覺一下 我這原本的廁所 那我們用的檜木筒 是因為傳統的廁所那地方 我們的空間比較偏 比較長 我們用的檜木筒 它味道比較自然一點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的就是旁邊有些 上面那個就是一個攝影箱 有些旁邊就會看到 攝影箱我們把它變成桌子 沙發的桌子也是從回收廠 因為現在的外景對外景的攝影箱 已經變得很複雜 現在四位 所以我們大量的TVBS的攝影箱丟掉 那我發現那個高度 蠻適合沙發桌的高度就減回來了 然後放個玻璃就用了 那再來就是這個整個樓梯 就是往三樓的樓梯 可以看得到我們三樓 有些左上方 左邊那一張 有些痛一罩 因為我們為了讓原本的 三角的屋頂和實木的結構 讓所有的設計團隊也看到 所以為了教育我們自己的團隊 所以我們都痛那看到整個過程 其實比較特別是進來公司 不管是樓下的服務團隊 或者是樓下的設計師 我們都認為都是生活創意層的部分 所以每個進來的成員 我們都會認真講這所有的過程 包括需要注重的 也需要保護的 甚至跟他共處的地方 所以呢 三樓是我們團隊辦公室 那就是原本的長這個樣子 其實是很淒慘 那個木頭都會掉下來 可是我們做一些加強硬鋼絲的結合 讓他整個寫法都是撐著的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這是原本唯一的樓的燈 原本的吊燈很漂亮 快掉 把它擦乾淨 一路在樓上 那今天大概也講這個東西 那比較特別的是要跟各位講 樓上一進來 有一個左邊紅倒數計時的表 暗碼表 大家可以看到有八百多天 跟八百多位的人 那個天數呢 是我們跟建章簽約三年的 合約的到期日 因為三年後 建章也不一定再多跟五千了 因為他已經跑完了 又跟了五千 他們會改進 那我們只努力在這個的 合約的到期日之間 能夠分多大家分享的 每個台北設市民 設置每個台北 過來都很歡迎你講這些過程 那下面的數字呢 就是銀幕下面紅色的數字 就是到的餐館的人數 好 那我們會發現他的有趣的變化 天數會越來越少 人數會越來越多 在那個公園地方方面 紅色的按鈕 你按上去 你就是地體會到的人 每個人都是一個特別的天 到的特別的數字 所以每個數字都屬於您各位 跟這個屋子有過交會的時間點 好 所以待會兒很懷疑 各位去做拍照 做圓面 不需要我們多為你提供 這樣子你再會傳到FB 三年後你把這些紀錄做成紀錄片 大概就這樣子 謝謝各位 謝謝 休閩 谢谢大家